大家好 我是老婆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 最高气温8度 一般我们都是吃完早晨放出来溜溜 中午休息一下 起来就准备下顿饭 开始我们这个朋友认为 他有个朋友的孩子和他的孩子同校 可以帮忙接送 结果人家只负责送两个孩子 让他自己想办法接两个孩子回来 哎 我就想了 这是什么朋友啊 人家现在有急事的回国了 他如果能接的话 他也不需要你送了 最后他送两个孩子 我把两个孩子接回来 所以说你说我们开着房车能出去玩吗 我们出去玩是走到哪里 吃到哪里 睡到哪里 玩到哪里 开开轻心的玩 实际上人类一生中啊 有两三个真心的朋友就足够了 但中国人说这个朋友啊 太饭了 有的就是见个面啊 聊个两句啊就是朋友 而且呢中国人还喜欢有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 世界都不了解 跟美名接触过 也就成了朋友 常说嘛 我倒不觉得有的朋友呢 交往一辈子你也不了解他 有的你这个朋友呢 接触不是太长 你就好像互相了解了 这个朋友我之间啊就得互相帮助 互相谅解 特别在你为难的时机啊 策马手 看到你取得成绩都好 为你高兴 当你失败的时候 为你所痛心 我觉得这才是真门朋友 这时候我就想起了一个政治家 外交家说的一句话 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有永远的低能 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认为这句话呢 它主要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呢 它不光是一个利益关系 它还有个感情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一句话呢不能完全套用 当然朋友之间也有利益关系 当然不是说为了利益而成为朋友的 亲兄弟明算账 对于朋友来说啊 也应该明算账 有的朋友大方点 有的朋友斤斤计较点 当然真正的朋友 也不能因为淡翻了 你老占了你便宜 我光想占了你光的人 你想想这个朋友能做久吗 任何人都不是傻瓜 作为朋友互相帮忙 互相理解 这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求朋友啊 还要考虑朋友那面 能不能做到 有的人呢就是 一千个好一万个好 有一个不好就会给你翻脸 这样也不是真正的朋友 你求别人帮忙的时候 人家可能有比你更重要的事要做 可能不能等及时来帮助你 这就要互相谅解了 今天天气好 星期好 随便聊了两句 实际上要聊这个朋友题目很大 虽然活这么大了 真的理解这个朋友的含义啊 还是理解不透的 供大家参考啊 讨论 我们现在准备往回走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